每年10月流感好发季节 民众都会施打流感疫苗 但2009年一位成心高职生 施打疫苗两年后 一事发生副作用身亡 家属提出告诉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判卫福部赔偿208万 成为全台首例 是否会降低接种流感疫苗人数 民众说还是看个人意愿 机关书表示流感疫苗施打已经50年 并未实际传出因疫苗致死案例 提出流感疫苗都是由食药署 经过国际标准认证 才让民众接种 但又个案会造成民众恐慌 基本上是经过预防接种 审议小组审议 那因为这个学生 他基本上是在打了疫苗之后 两年才发生这个所谓的ADEM 急性弥漫是脑脊髓炎 那这个审议小组 他们是认为一般来讲 不可能在这个接种疫苗两年之后 就会发生这样的状况 复兴区卫生所主任提出 早期疫苗制作技术未完善 的确传出疑似并发症案例 但都没有经过证实跟疫苗有关 况且目前制作疫苗技术提升 除了对疫苗本身有过敏的民众之外 应该都可以施打 早期的流感是确实有两次 曾经怀疑过到那些神经病变 但是也没有直接致死的一些案例 不是的一些并发症 是一些倦怠 疲累或者是注射的地方疼痛 并没有一个致死的一个并发症 医师提醒民众 不用因为个案担心疫苗安全性 因为接种疫苗是最有效防范流感扩散方法 疾管署也提出个案是因为自身感染 引起和接种疫苗无因果关系 不排除会债提出上诉 记者NAMDAQ台北市采访报导 我们的 acab发症 脑子显流地 那么多年